其实说来说去 中方想表达一个观点 能不能松松手 别老卡我脖子 我拿个真实的事情解释下啥叫卡脖子 现在完全是官媒混淆了卡脖子 这个概念 宁波唐瓷场那边有对夫妻 做温州麻油鸭 叫林济麻油鸭 全城有名 他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秘方 反正他们火了以后 别人怎么都开不过他们俩 结果这俩夫妻离婚了 自立门户 老公在马路斜对面也开了个林济麻油鸭 当时可能这种崇明的也不咋管 没啥版权意识 但是老公这麻油鸭 看着闻着都一样 我也吃过 对比这盲吃确实是老婆店好吃 这大家公认的 照理说 这俩夫妻一起经营这么多年了 进货渠道配方都知道 可为什么就是摆明了 做的一家不如另一家 好吃的一家肯定有一位秘方 是对方不知道的 或者是用量上 人家这种情况 这叫卡脖子 联合开发的产品 结果有个配方没透明 合伙卖风生水起 时候总还没离婚吧 而且这秘方得算 共同财产不适 据说魏茨俩夫妻还打过官司 一边理由 好像是他负责进货 没管卤制这块 就吃亏了 美国跟你卡什么脖子 他以美国企业 芯片从头到脚 可能跟中国没一毛钱关系 以前关系好 提供点技术支援 现在关系不好 啥都断了 这叫卡脖子啊 那不卡你脖子怎么着 政府层面垃圾话喷着 芯片还继续教着怎么做 苏联专家也做不到啊 所以人家断工 就是想单方面遏制中国的发展 中国能做的 就是在接受这个结果以后 曲线救国 要么黑市买了反向 要么自言 在成功之前 只要这事情还得靠芯片解决 咱就没办法 什么谴责这管制那管制 这滥用那滥用 你骂他流氓可以 你是背后不有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吗 除了俄罗斯 哪个政府跟着一起在联合国 指着鼻子骂老美是流氓 非洲的埃及兄弟还是南非兄弟 还是埃塞俄比亚兄弟 这不叫卡脖子 这单纯叫 不带你玩 你急了 不带你玩 不带你玩